提笑因缘第十八回 荆棘成狂坠楼伤往事 因仪仍患必席谢心之 却说刘将军合一着凤喜唱去 凤喜唱了一支 又要他唱一支 最后把凤喜不愿唱的一支曲子 也合一地唱了出来 凤喜一难受就晕倒在地下 秀姑看到连忙上前 将他掺平时 只见他脸色灰白 两手冰冷 人是软绵绵的 一点也站立不定 秀姑就两手一抄 将他横抱着 轻轻地放在一张长沙发上 刘将军已释放了烟枪 站立在地板上 看到秀姑毫不吃力的样子 便微笑道 你这人长得这样 倒有这样大力气 说着 一伸手就握住了秀姑的右胳膊 笑道 肉长得挺结实 真不含糊 秀姑将手一缩 沉着脸道 这儿有个人都快要死了 你还有心开玩笑 刘将军笑道 他不过头晕罢了 躺一会儿就好了说着 也就去摸了摸凤喜的手 压了一声道 这孩子真病了 快找大夫吧 便按着灵将听差叫进来 吩咐打电话找大夫 自己将凤喜身上抚摸了一会 自言自语地道 留得住 你下的手也太毒了 怎么会把人家打得浑身是伤呢 这样子还要他唱曲子 也难怪他受不了的了 他这样说着 倒又拿起凤喜一只胳膊 不住地袖着 这时屋子里的人 已挤满了 都是来伺候太太的 随着一位西医也跟了进来 将凤喜身上看了一看 就明白了一半 又诊查了一会子病相 便道 这个并不是什么重症 不过是受了一点刺激 好好的休养两天就行了 屋子里这些人 可是不大合一说着 向屋子四周看了一看 刘将军便用手向大家一挥道 谁要你们在这儿 你们都会治病 我倒省了钱 用不着找大夫来瞧了 走走走 说着 手指管推 脚指管踢 把屋子里的男仆女仆 一起都轰了出去 秀姑让刘将军管束住了 正是脱身不得 趁着这个机会 就正好躲出房来 因为人家被轰 他也就一块儿躲出来 心里本想着 今天晚上就溜回家去的 但是一看凤喜这种情形 恐怕是生死漠不 若是走了 重来不得 这以后的种种消息 又从何处打听出来呢 于是悄悄地到了楼上 给家树通了一个电话 说是这里发生了很重大的事 只好在这里再看守一宿 请他和父亲通个信 秀姑把话说完 也不等家树再问 就把电话挂上了 这一天晚上 果然奉喜病得很重 大家将他搬到楼上寝室里 一个上半夜 他都是昏迷不醒 刘将军听了医生的话 让他静养 却邀了几个朋友 到饭店里开房间找了去了 两点钟以后 女仆们都去睡觉了 只剩秀姑和一个年老的杨妈 同坐在屋子里 伺候着凤喜的茶水 秀姑无事 却和杨妈谈着话来消磨时间 说到了凤喜的伤 杨妈将头一伸 轻轻地说道 哎 这就算厉害吗 真厉害的 你还没有看见过呢 从前我们这儿也是一个郑太太 一个姨太太 不用提 郑太太是上了年纪的人 整天的受气 她受气不过 回老家去了 不多时 就在老家过去了 太太一死 姨太太就抖了 整天的坐着汽车出去听戏游公园 据说她在外面认识了男朋友了 有一天晚上 姨太太听夜戏 十二点多钟才回来 咱们将军旗是那天没有出门 抽着大烟等着 看看表 又抽抽烟 抽抽烟 又坐起来 一打过十二点 她就要了一杯子白蓝地酒喝了 一个人在屋子里 又跳又骂 一会子功夫 姨太太回来了 只刚上这楼 将军走上前就是一脚 把她踢在地下 左手一把揪着她的头发 右手在怀兜里掏出一管手枪 指着她的脸 何一问她从哪里来 姨太太吓慌了 告着饶 哭着说 没有别的 就是和表哥吃了一会馆子 听戏是假的 我们老远地站着 哪敢上前 只听到那手枪啪啪两下响 将军抓着人 隔了栏杆 就像楼下一扔 羊妈不曾说完 只听到床上啊呀一声 回头看时 凤喜在床上一个翻身 由床上滚到楼板上来 秀姑和羊妈都吓了一跳 连忙走上前 将她扶到床上去 她原来并不曾睡着 伸了手拉住秀姑的衣襟 哭着道 吓死我了 你们得救我一救呀 羊妈也吓慌了 呆呆地在一边站着望了她 作声不得 秀姑却用手拍着凤喜道 你不要害怕 羊妈只当你睡着了 和我说了闹着玩的 哪里有这一回事 凤喜道 假是假不了的 我也不害怕了 害怕我又怎么样呢 说时又叹了一口气 秀姑但要再安慰她两句 便听到楼下一阵喧哗 大概是刘将军回来了 羊妈就唱微微地对凤喜道 我的太太 刚才的话 你可千万别说出来 说出来了 我这小八字 有点靠不住凤喜道 你放心 我绝不会说的只在这时 忽听到刘将军在窗子外嚷道 现在怎么样 比以前好些了吗 凤喜在床上一个翻身面巢里 秀姑和羊妈也连忙掉转身来 迎到房门口 刘将军进了房 便笑着向秀姑道 她怎么样 秀姑道 睡着没有醒了 我们走开别吵了她吧 了 秀姑的行李用物都不曾带来 刘将军确实体贴得到 早是给了她一张小铁床和一副被褥 而且不要和那些老妈子同住 就在楼下廊子边一问很干净的西乡房里住 秀姑吓得楼来 那羊妈又似乎忘了她的恐惧 在电灯光下 向秀姑微微一笑 而这一笑时 她便望着秀姑住的那间屋子 秀姑也明白她的意思 鼻子一哼 也冷笑了一声 她悄悄地进房去 将门关紧 熄了电灯便合一而睡 一觉醒来时 太阳已游屋檐下 照下大半截白光来 只听得刘将军的声音 在楼檐上骂骂咧咧地道 倒他妈的什么乱 闹了我一宿也没有睡着 家里可受不了 把她送到医院里去 把秀姑听了这话 逆料是凤喜的病没有好 赶忙开了门出来 一直上楼 只见凤喜的头发 乱得像一团败草一般 踢了满脸 只穿了一件对筋的粉红小挂子 却有两个扭扣是错扣着 将挂子斜穿在身上 她一言不发 只挺着胸脯 坐在一把硬木椅子上 两只眼睛在乱头发里看人 一条短裤露出膝盖以下的白腿与脚 只是如打鞦韆一样 摇摆不定 她看到秀姑进来 露着白牙齿向秀姑一笑 那样子真有几分惨力怕人 秀姑站在门口顿了一顿 然后才进房去 向她问道 太太 你是怎么了 拿手枪吓我 不让我言语 我就不言语 我也没犯那么大罪 该枪毙 你说是不是 我没有陪人去听戏 也没有表哥 不能把我枪毙了 往楼下扔 我银行里还有五万块钱 手势也值好几千 年轻轻儿的 我可舍不得死 大姐 你说我这话对不对 秀姑一手握着她的手 一手却掩住了她的嘴 傅又连连和她摇手 这时 进来两个马便 对凤喜道 太太你不舒服 请你 他们还没有说完 凤喜娃的一声哭了起来 支着脚一蹦 两手抱了秀姑的脖子 爬在秀姑身上 嚷道 了不得 了不得 他们要拖我去枪毙了 马便笑道 太太 你别多心 我们是陪你上医院去的 凤喜跳着脚道 我不去 我不去 你们是骗我的 两个马便看到这种样子 呆呆地望着 一点没有办法 刘将军在楼廊子上 正等着他出去呢 见他不肯走 就跳了脚走进来道 你这两个饭桶 他说不走 就让他不走吗 你不会把他拖了去吗 马便究竟是怕将军的 将军都生了气了 只得大胆上前 一人拖了凤喜 一只胳膊就走 凤喜哪里肯去 又哭又嚷 又踢又到 闹了一阵 便躺在地下乱滚 秀姑看了 心里老大不忍 正想和刘将军说 暂时不送他到医院去 可是又进来两个马便 一共四个人 硬把凤喜抬下楼去了 凤喜在人从中伸出一只手来 向后乱招 直嚷 大姐救命 一直抬出内院去了 还听见嚷声呢 秀姑自从凤喜变了心以后 本来就十分恨他 现在见他这样疯魔了 又觉他年轻轻的人 受了人家的脾气 受了人家的压迫 未免可怜 因此扶在楼边栏杆上 撒了几点泪 刘将军在他身后看见 便笑道 你怎么了 女人的心总是软的 你瞧 我都不哭 你倒哭了 秀姑趁了这个机会 便开着眼泪 向刘将军 微微一笑道 可不是 我就是这样容易掉泪 太太在哪个医院里 回头让我去看看 行不行 刘将军笑道 行 这是你的好心 为什么不行 你们老是这样有照应 不吃醋 那就好办了 我也不知道哪个医院好 我让他们把他送到急救医院去了 那个医院很贵的 大概坏不了 回头我让汽车送你去吧 今天上午 你陪我一块吃饭 好不好 秀姑道 那怎样可以 一个下人 和将军坐在一处 那不是笑话吗 刘将军笑道 有什么笑话 我爱怎样抬聚你 就怎样抬聚你 就是我的太太 她出身还不如你呢 秀姑道 究竟不大方便 将来再说吧 聊她害臊的情形 得意之急 手拍着栏杆 哈哈大笑 到了正午吃饭的时候 刘将军一个人吃饭 却摆了一桌的菜 他把伺候听差老妈 一起轰出了饭厅 只要秀姑一个人盛饭 那些男女仆役们 都不免替她捏一把汗 她却处之泰然 刘将军的饭盛好了 放在桌上 然后向后倒退两步 正着颜色说道 将军 你带我这一番好心 我明白了 谁有不愿意 做将军太太的吗 可是我有句话 要先说明 你若是医得了我 我做三房四房都肯 要不然 我在这里 公也不敢坐了 刘将军手上捧了筷子碗 只待望着秀姑发笑道 这孩子干脆 倒和我对劲秀姑站定 两只手臂 环抱在胸前 斜斜地对了 刘将军说道 我虽是一个当下人的 可是我还是个姑娘 糊里糊涂地陪你玩 那是害了我一生 就是说你不嫌我寒沉 说我做个二房 也要正正当当地办喜事 一来我家里还有父母呢 二来 你有太太 还有这些个底下人 也让人家瞧我不起 我是千肯万肯的 可不知道你是真喜欢我 是假喜欢我 你若是真喜欢我 并能体谅我这一点苦心 说着说着 手放下来了 头也低下来了 声音也威胁了 现出十二分不好意思的形状来 刘将军放下网筷 用手摸着脸 愁愁着笑道 你的话是对的 可是你别拿话来气我 秀姑道 这就不对了 我一个穷人家的孩子 像你这样的人不跟 还打算跟谁呢 你瞧我是气人的孩子吗 刘将军笑道 得 就是这样办 可是日子要快一点子 才好秀姑道 只要不是今天 你办得及 明天都成 可是你先别和我闹着玩 省得下人看见了 说我不正经 刘将军笑道 算你说得有理 也不急在明天一天 后天就是好日子 就是后天吧 今天你不是到医院里去吗 顺便你就回家对你父母说一声儿 大概他们不能不答应吧 秀姑道 这是我的终身大事 他们怎么样管得了 再说 他们做梦也想不到呢 哪有不答应的道理 这一套话 说得刘将军满心骚不着痒畜 便道 你别和老妈子那些人在一处吃饭了 我吃完了就走的 你就在这桌上吃吧 秀姑扑斥一笑 点着头答应了 刘将军心想 无论哪一个女子没有不喜欢人家恭维的 你瞧这姑娘 我就只给她这一点面子 她就乐了 她想着高兴 也笑了 只是为了奉喜 耽误了一早上没有办事 这就做了汽车出门了 秀姑知道她走远了 就叫了几个老妈子 一同到桌上来 大家吃了一个痛快 秀姑吃得饱了 说是将军吩咐的 就坐了家里的公用品车 到急救医院来看奉喜 奉喜住的是头等病室 一个人住了一个很精致 干净的屋子 她躺在一张铁床上 将白色的被褥 包围了身子 只有披着乱蓬蓬散发的头 露出外面 深深地陷入软枕里 秀姑一进房门 就听到她口里叙叙叨叨 什么用手枪打人 把我扔下楼去 说个不绝 她说的话 有时候听得很清楚 有时却有阴无字 不过她嘴里总不断地叫着樊大眼 床前一张矮的沙发 她母亲沈大娘却协坐在那里 眼面垂泪 一抬头看见秀姑 站起来点着头道 关大姐 你瞧 这是怎么好 只说了这一句 两行眼泪如抛杀一般 直涌了出来 秀姑看床上的缝洗时 两颊上 现出很深的红色 眼睛紧紧地闭着 口里含糊着指管说 扔下楼去 扔下楼去 秀姑道 这样子她是迷糊了 大夫怎么说呢 沈大娘道 我出来的时候 真是怕人了 她又能嚷 又能哭 现在大概是累了 就这样地 躺下两个钟头了 我看人是不成的了 说着 就扶在沙发靠背上 稀稀苏苏地 抬着肩膀哭 秀姑正待劝她两句 只见凤喜 在床上将身子一扭 格格地笑将起来 越笑越高声 闭着眼睛道 你冤我 一百多万家私 全给我管吗 只要你再不打我就成 你瞧 打得我这一身伤 说必 又哭起来了 沈大娘伸着两手 颠了几颠道 她就是这样子 笑一阵子 哭一阵子 你瞧是怎么好 却在床上答道 这件事 你别让人家知道 传到樊大爷耳朵里去了 你们是多么寒碜哪 说着 她就睁开眼了 看见了秀姑 便由背里伸出一只手来 摇了一摇 笑道 你不是关大姐 见着樊大爷给我问好 你说我对不住她 我快死了 她原谅我年轻不懂事吧 说着 放声大哭 秀姑连忙上前 握了她的手 她就将秀姑的手背去擦眼泪 秀姑另用一只手 隔了背去拍她的脊梁 只说 樊大爷一定原谅你的 也许来看你呢 这里凤喜哭着 却惊动了医院里的女看护 连忙走进来道 你这位姑娘 快出去吧 病人见了客 是会受刺激的秀姑之道 医院里规矩 是不应当违抗看护的 就走出病室来了 这一来 她心里又受一种感触 觉得人生的原法 真是有一定的 凤喜和家树 决裂到这种地步 彼此还有一线牵连 看凤喜睡在床上 不断地念着樊大爷 樊大爷哪里会知道 我给他传一个信吧 于是就在医院里 打了一个电话给家树 请他到中央公园去 有话和他说 家树接了电话 喜不自胜 约了马上就来 当下秀姑吩咐汽车回刘宅 自顾人力车到公园来 到了公园门口 她心里门口地想起一桩事 记得在医院里 伺候父亲的时候 曾做了一个梦 梦到和家树挽了手臂 同在公园里游玩 不料今日居然有和他同游的机会 天下事就是这样 真是好像是梦 做梦 也有日子会争起来的 我这不是一个例子吗 只是电话打得太匆促了 只说了到公园来相会 却忘了说 在公园里一个什么地方相会 公园里是这样的大 到哪里去找他呢 心里想着 刚走上大门内的游廊 这个迷一迷就给人揭破了 原来家树就在游廊总口的矮栏上坐了 她是早在这里 等候呢 她一见秀姑便迎上前来笑道 我接了电话 马上雇了车子就抢着来了 据我猜 你一定还是没有到的 所以我就在这里坐着等候 不然公园里是这样大 你找我 我又找你 怎么样子会面呢 大姑娘真为我受了屈 我十二分不过亿 我得请请你 表示一番谢意 秀姑道 不瞒你说 我们眼俩就是这个脾气 喜欢管闲事 只要事情办得痛快 谢不谢 倒是不在乎的两人说着话 顺着游廊向东走 经过了扩人俱合的来金雨萱 复经过了地僻少人型的故宫外墙 秀姑单独和一个少年走着 是生平破题而第一遭的事情 在许多人面前 不觉是要低了头 在不见什么人的地方 更是要低了头 自己从来不懂得怕见人 却不解为了什么 今天只是心神不宁起来 同走到公园的后面 一起摆树林子下 家树道 在这儿找个地方坐坐 看一看荷花吧 秀姑便答应了 在柏林的西七角上 是一列茶座 茶座外是皇城的宽豪 豪那边一列消枢的宫柳 掩映着一列城墙 尤其是西边城墙转角处 城下四五颗高柳 簇拥着一角见楼 真个如图画一般 但是家树只教秀姑看荷花 却没有叫秀姑看见楼 秀姑找了一个茶座 在椅子上坐下 看看城豪里的荷叶 一半都焦黄了 东倒西歪 横卧在水面 高高而地挺着一些脸棚 伸出荷叶上来 哪里有朵荷花 家树也坐下了 就在他对面 茶座上的伙计 送过了茶壶瓜子 家树蒸过了茶 敬过了瓜子 既不知道秀姑有什么事要商量 自己又不敢乱问 便笑了一笑 秀姑看了一看四周 微笑道 这地方景致很好 家树道 景致很好 秀姑道 前几天我们在石刹海 荷叶还滤着呢 只几天功夫 这荷叶就惨败了 说到这里 秀姑心里忽然一惊 这是个敷衍话 不要他疑心我有所指吧 便正色道 樊先生 我今天和你通电话 并不是我自己有什么事 要和你商量 就是那沈家姑娘 她也很可怜 家树哈哈一笑道 大姑娘 你还提她做什么 可怜不可怜 与我有什么相干 姑道 她从前做的事 本来有些不对 可是家树将手连摇了几摇道 大姑娘既然知道她有些不对 那就行了 自那天仙龙坛分手以后 我就决定了 再不提到她了 是个有志 何必相强 大姑娘是个很爽快的人 所以我也不要多话 干脆 今生今世 我不愿意再提到她 秀姑听她说的如此决绝 本不便在告诉凤喜的事 只是她愿意提凤喜 不提凤喜试一试 凤喜现在的痛苦 要不要家树知道又是仪式 因笑道 涉若她现在死了 樊先生做何感想 家树冷笑道 那是她自作自受 我能有什么感想 大姑娘你不要提她 一提她 我心里就难过得很秀姑道 既然如此 我暂时就不提她 将来再说吧 再说这四个字 我非常赞成 无论什么事 就眼前来说 绝不能认为就是一定圆满的 古人说疾风之净草 板荡时中尘 所以必定要到危难的时候 才看得出好人来的 不过那个时候 就知道也未免迟了 而且真是好人 她也绝不为了要献出自己的真面目 道愿人有灾有难 譬如令尊大人 她是相信古往今来那些侠客的 但侠客所为 是除暴安良 除强服弱 没有强暴之人 做出不平的事来 就用不着侠客 难道说做侠客的 为了自己要显一显本领 还希望生出不平的事情来 不成 所以到了现在 我又算受了一番教训 增长了一番知识 我现在知道 从前不认识好人了 秀姑听她这种口音 分明是句句暗设着自己 一想自认识家术以来 这一颗心早就许给了她 无如殷勤也罢 书弹也罢 她总是漠不关心 所以索性跳出圈子外去 用第三者的资格 来给他们圆场 不料自己已经 跳出圈子外来了 天使又突然有这样 向来不曾有的恳切表示 这真是意料所不及了 因笑道 樊先生说得很透彻 就是像我这样肚子里 没有一点墨水的人 也明白了 家术笑着只管嗑瓜子 又自己蒸了一杯茶喝了 问道 大叔从前很相信我的 现在大概知道我有点胡闹吧 秀姑道 不 她老人家有什么话 都会当面说的家术道 自然 她老人家是很爽快的 不过也有件事很让我纳闷 两个月前 仿佛她老人家有一件事要和我说 又不好说似的 我又不便问 究竟不知道是一件什么事 秀姑这时正看着毫里的荷叶 见有一个很大的红色蜻蜓 在一起小荷叶边飞着 却把她的尾巴在水上一点一起 经过很久的时间不曾飞开 她也看出了神 所以家术说的这些话 秀姑是不是听清楚了 或者听得越清楚 反而不肯回答 这都让家术无法揣测 随话答话 也没有可以重续之理 这也就漠然了 秀姑看了城墙 笑道 我家胡同口上也有一堵城墙 出来就让她抵住 觉得非常讨厌 这里也是一堵城墙 看了去就是很好的风景了 家术道 可不是 我也觉得这里的城墙有意思 两个人说来说去 只是就风景上讨论 正说到很有兴趣的时候 树林子里忽然有茶房嚷着 有樊先生没有 家术点着头只问了一声 哪里找 一个茶房走上前来 便递了一张名片给秀姑道 你贵姓凡吗 我是来金雨轩的茶房 有一位何小姐请过去说话 秀姑接着那名片一看 却是何丽娜三个字 犹疑着道 我并不认得这个人 是樊先生的朋友吧 家术道 是的 是的 这个人你不能不见 待一会我给你介绍 应对茶房道 你对何小姐说 我们就来茶房答应去了 家术道 大姑娘 我们到来金雨轩去做做吧 那何小姐是我表嫂的朋友 人倒很和气的秀姑笑道 我这样子和人家小姐坐在一处 不但自己难为情 人家也会怪不好意思的家树笑道 大姑娘是极爽快的人 难道还居那种俗套吗 秀姑就怕人家说她不大方 便点点头道 见见也好 可是我坐不了多大一会儿 就要走的家树道 那随便你 只要介绍你和她见一见面 那就行了 于是家树会了茶仗 就和秀姑一路到来金雨轩来 家树引秀姑到了露台栏杆边 只见茶座上一个时装女郎 笑盈盈地站了起来 向着这边点头 秀姑猛然看到她 不由地吓了一大跳 凤喜明明病在医院里 怎么到这里来了 老远地站着 只是发愣 家树明白 连忙抢上前介绍 说明这是何女士 这是关女士 何丽娜见秀姑只穿了一件宽大的蓝布大褂 而且没有剪发 挽着一双细便如意剂 骨肉亭云 脸如满月 是一个很康健又朴素的就是女子 因伸着手握了秀姑的手 笑道 请坐 请坐 我就听见樊先生说过 关女士 是一个豪爽的人 今天幸会秀姑等她说出话来 这才证明她的确不是缝隙 家树向来没有提到认识一个何小姐 怎么倒在何小姐面前会提起我 大概他们的交情也非同泛泛吧 她既是一见面这样的亲热 也就不能不客气一点 因笑道 刚才何小姐去请樊先生 我是不好意思来高攀 樊先生一定要给我介绍介绍 我只好来了和丽娜笑道 不要那样客气 交朋友只要彼此性情相投 是不应该在行迹上有什么分别的啊 于是挪了一挪椅子 让秀姑坐下 家树也在何丽娜对面坐下了 秀姑这时将何丽娜仔细看了一看 见她的面孔和凤喜的面孔 大体上简直没有多大的分别 只是何丽娜的面孔略为丰润一点 在她的举动和说话上 处处持重一点 不像凤喜那样任性 这两个人若是在一处走着 无论是谁 也会说他们是姐妹一对儿 她模样儿既然是这样的好 身份更不必提 学问自然是好的 除了年岁而外 恐怕凤喜没有一样赛得过她的呢 纳莫 家树丢了一个凤喜 有这一个何小姐底缺 她也没有什么遗憾的了 又何怪对于凤喜的事 淡然质之力 心里想着是 何小姐春风满面的招待 就没有心去理会 只是含着微笑 随便去答应她的话 何丽娜道 我早就在这里坐着的 我看见关女士和凡先生走过去 我就猜中了一半家树道 哦 你看见我们走过去的 我们在那边喝茶 你也是猜中的吗 何丽娜道 那道不是 刚才我在园里兜了一个圈子 我在林子外边 看见你二位呢 家树听了默然不语 何丽娜道 难得遇到关女士的 我打算请关女士喝一杯酒 啃赏光吗 秀姑道 今天实在有点事 不能讨扰 请和小姐另约一个日子 我没有不到的何丽娜笑道 莫不是关女士 嫌我们有点富贵气 吧 若说是有事 何以今天又有功夫到公园里来呢 家树道 她的确是有事 不是我说要介绍她和密斯河见面 她早就走了 何丽娜看着二人笑了一笑 便道 既是如此 我就不必到公园外去找馆子 这里的西餐倒也不错 就在这里吃一点东西 好不好 秀姑这时只觉心神不安贴起来 哪有心吃饭 便将椅子一挪 站立起来 笑道 针对不住 我有事要走了 何丽娜何家树都站起来 阴道 就是不肯吃东西 再做一会儿也不要紧 秀姑笑道 实在不是不肯 老实说 我今天到公园里来 就是有要紧的事 和樊先生商量 虽然没有商量出一个结果来 我也应该去回人家的信了 她说了这话就离开了茶座 和丽娜见她不肯再做 也不抢留 握着她的手直送到人行路上来 笑嘻嘻地道 今天针对不住 改天我一定再奉邀的 樊先生和我差不多天天见面 有话请樊先生转达吧 说着又握着秀姑的手摇汗了几下 然后告别回座去了 秀姑低着头 一路走去 心里想 我们先由莱金宇轩过 她就注意了 我们到柏树林子里去喝茶 她又在林子外侦查 这样子 她倒很疑心我 其实我今天是为了凤喜来的 与我自己什么相干呢 她说 她天天和樊先生见面 这话不假 不但如此 樊先生到莱金宇轩去 那么些茶座 并不要寻找 一直就把她找着了 一定他们是常在这里相会的 沈凤喜本是出山之水 人家又有了情人 你还恋她责慎 至于我呢 更用不着为别人操心了 心里想着 也不知是往哪里走去了 见路旁有一张路椅 就随身坐下了 一人静坐着 忽悠想到 家树今天说的疾风之静草 那番话 不能无音 莫非我错疑了 自己斜靠在路椅上 只是静静地想 远看那走廊上的人 来来往往 有一半是男女成对的 于是又联想到 从前在医院里做的那个梦 又想到家树所说 父亲要提未提的一个问题 有此种种 就觉得刚才对这位和小姐的看法 似乎也不对 因此心里感到一些宽慰 心里一宽慰 也就抬起头来 忽然间家树和和丽娜 并肩而行 由走廊上向外走去 同时身边有两个男子 一个指道 那不是家树 女的是谁 一个道 我知道 那是她的未婚妻 沈女士 她还正式给我介绍过呢 这个沈字 秀姑恰未听得清楚 心里这就恍然大悟 自己一人微笑了一笑 起身出源而去 这一去 却做了一番惊天动地的事 要知如何惊天动地 下回分解 好了 这个故事先说到这里 欲知后事如何 且听下回分解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